好,已經打開耳朵了 打開耳朵 啟動了?信心了嗎? 啟動了嗎? 如果你踩那個油門,但是汽車沒有啟動,你知道嗎?他們不會去哪裡 你可以踩啊,踩啊,踩啊,但是它還是... 一動不動,對吧? 所以要啟動汽車,然後你踩油門,它就出發 你們不太相信我看你們的樣子嗎? 這個不是很深的奧秘啊,這個是很基本的,但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來聽神的話語,我們要好像要啟動我們的這個發動機 我們要來預備我們的信,好嗎?所以我們要來做一個禱告 天父,我們請你今天早上,請你幫我們能夠領受你的真道 幫助我們能夠領受你的信息,能夠把這個道應用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主啊,讓我們能夠活出你的真理來,你的生命來,你的榮耀 主啊,彰顯在我們當中,在我們個人的身上,在我們的團系當中 在我們的這個城市當中,以及在這個國家,這個世界上 我們求耶穌基督來建立你的國度在我們當中 我們相信你的國度是一個永恆的國度 所以我們願意你完成的掌權,在我們個人的生命當中 在我們的這個世界上 耶穌基督,我們願意你來做主 我們知道你一定要來做主 我們知道你已經是主 就是你暫時讓你的仇敵繼續做他要做的 但是時候將到,你要掌管一切 感謝,感謝讚美你主 讓我們盼望那天,而且讓我們預備好迎接你來做我們的君王 我們現在來遵守你的道 我們現在來相信你的話 我們現在來開始主跟你建立一個關係 感謝你主 求你幫助每一個人今天有所得角,有所有心得 有祝福 我將祷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稱 Amen 我要講一點點關於心情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當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東西,不是我們求來的 不是我們要就來了 不是我們努力就得獎,而是白白的賜給我們 舉個例子 第一,就是我們有生命 本來不是我們要的 請問有哪位求過要生在這個世界上? 請問有哪一位求過你在什麼家庭,在什麼國家 這個都不是我們決定的,這個都是神白白的賜給我們的 Amen 沒有要求什麼,沒有任何的要求 我們呼吸這個空氣已經供給我們了 我們沒有求,昨天我已經預訂了 今天要有多少個好生的氧氣在教會裡面 沒有,就在這裡天天有供應 對不對 這個太陽,今天我要設計電腦手機 明天太陽要六點,明天要睡了 明天要睡了 我們到八點才升起來 沒有啊,這個都是白白的 所以有些東西呢,沒有要求我們的神 對不對?沒有要求我們的信心 沒有要求我們的努力 沒有要求我們的功勞 我們天天都在享受別人或是神 賜給我們的信心 但是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同樣也看過 有一些其他的領域呢 沒有這樣白白的賜給我們 而我們需要努力 我們需要少功夫 我們需要爭取 我們需要追求 我們才有所得獎 對不對? 比如說舉個例子 誰說我要去賺錢 然後呢第二天 有一個送到你手裡的一個支票 一百萬美元 一百萬多少什麼錢啊 沒有啊 如果你要去 你要得到更多的錢 你需要去努力 你才能夠賺錢 是不是? 沒有人說我今天開店 然後我的這個店就是收錢的店 所以今天就等著人來送錢給我 沒有這樣的店 就算有啊,沒有人送錢去 因為錢不是這樣來的 是要努力的去賺錢去的 所以同樣的 這個文化 數學 讀書啊 那個寫字啊 沒有人上來就會 請問有哪一個人上來就會寫漢字 要是我上來就會寫漢字 要是我上來就會寫漢字就好了 可惜我不會 到現在還不會 所以有的你們也還不會啊 所以 一兩個吧 所以我有心的安慰 但是 你知道嗎 你要能夠寫字 你要能夠懂書水 你要能夠懂這個懂那個 你要傻功夫 你要努力 但是 我們也知道 其實 但是 就算你有傻功夫 你有努力 你有怎麼樣 但是你也知道 同時 因為有一個環境 因為有資源 你才能夠去賺那個錢 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的 沒有人送錢給你 對 但是你要開始 你如果沒有錢 你沒有錢去賺 就算是我沒有錢 我也是賺錢 但是你是靠著什麼東西 一個財幹啊 一個什麼服務 你也是 從哪裡領受 什麼資源 你才能夠去 把它 讓它防止 賺更多 不是嗎? 同樣呢 那個 知識 我們有人提供一個環境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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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你不用重複每句話 這兩個就夠了 但是 我們知道 我們要努力 但是 也不完全是 單單靠 單方面 靠我們的什麼 公安 不是吧? 對吧? 所以 所以我們看見 但是我要強調的就是 有一些東西是 完完全全 白來的 那是一方面 我們不否認這個 但是 在另一方面 有些東西 是要爭取的 要努力的 才能夠得獎 那麼 同樣的 我要講的就是 在我們基督徒的生命當中 生活當中 也是 如此 有些東西 神 就白白地 賜給我們 你也沒有禱告 你也沒有什麼信心 你也沒有什麼求 但是神就送上門 就來了一個大大的祝福 我當時我信主 我根本沒有什麼尋求 也沒有什麼需要 是神 親自來向我 顯現感動我 然後 當然我要配合 但是 然後信主 但是 這個是單方面的 我不是在絕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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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多麼的痛苦 求你來救救我 喔 救我要認識這位真神 你在哪裡啊 沒有 都沒有 單方面 神的恩典就領到我 但是我信主之後 神經我不懂 禱告我不會 什麼 我们基督徒该做的这些事情,传福音、奉献,我都不会。 我要学,我要努力,对不对?我要追求,然后我慢慢的增加一些这些方面。 但是,有这两个方面,白白的领袖,还有我们自己要努力。 注意,请注意,这个很重要,要不然有一些神学家会来骂死我。 你说是人的,靠着人的功劳,不是的。 就连我们说你要努力,你才能够有所得奖。 就算是你的努力,但是那个力量从哪来来?神。 机会从哪来?神。 我们不是在说人本身能够做什么。 有些教导说人就是一个小小的神,所以他可以像神一样创造啊, 废话,不是这样子的。 人完全是靠着一位真神活着,我们的气息,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靠着他。 但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要让我们配合他,在一些领域。 要不然,我们没有什么收获。 这个是一个事实。 Amen? 所以,我们在讲,有一些方面的,完全单方面,神赐上恩典给我们。 神用他的权权来祝福我们。 Amen? 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神迹发生。 有一个毕师大的那个瘸腿的人,他躺在那里三十多年,三十八年,如果我们要说。 然后,有一天耶稣走到他前面,然后我就说,怎么回事? 他说,没有人,那个,脚动那个水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拉过去,所以我们就是不能够得一句。 耶稣问我们,你要得一句吗? 他好像,就回答,这么回答。 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起来,行走。 请问,那个人有求吗? 那个人有打告吗? 那个人有信心吗? 他相信耶稣吗? 都没有。 这个是神的权权,他单方面选择,我要赐福你这个人。 其实,在那里,有很多其他的人,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去依据他。 所以,大概就是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坚持那个人,抑制了那个人。 那个人没有付出什么,那个人没有什么努力,可以夸口。 他根本不知道耶稣,但是后来才知道的。 后来他就去告诉犹太人,是耶稣抑制我。 他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神这样子超自然的,单方面的,就赐福给我们。 没有要求信心,没有要求努力,没有要求祷告。 大家明白吗? 还有呢? 有一次,耶稣靠近一个城,一座城,然后看见他们抬着一个棺材,然后里面有一个青少年,一个年轻的男生死了。 请问,有人求耶稣,你过来一直吗?没有。 有人在那里祷告耶稣吗?耶稣吗?没有。 有他们的信?没有。 耶稣自己,单方面的,主动的,就走过去,就磨了一下,就使那个年轻人复活,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个是超自然,单方面的,完全的出于神的主权的一个恩典赐下来。 大家往这里面看,我们实在不听音乐,我们往这里面看。 Amen? 刚才我们走到一个城,耶稣在外面,有那个光彩,有那个死的男生,男生有祷告吗?死了吗?怎么可能祷告? 有信心吗?没有信心,耶稣走过。 你有没有灵受过?你有没有经历过神,我安全的出于祂的主权,单方面的,赐祝福给你,赐恩典给你,我们都有过。 如果不是说属灵的,但至少我们有生命的气息,对不对?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天天都在享受神,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 有阳光啊,有胎啊,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还有一个人,那个拉撒路。拉撒路死了吗?他怎么可能在那里拼命地祷告,就叫我从这里复活?死了啊!不可能的!他也没有什么信心啊!我信不信,虽然我已经死了,耶稣也要叫我复活了。 没有死的人,没有死的人,没有信心啊!死了嘛!耶稣过去,耶稣复活他,单方面。 有国家, вр splendimming。 不是说书 Dad ơi нужnas吗 还有新远最好我们的忘记,ne稳也要信心啊。 还有新远头有一个哥尼流,哥尼流和任命大利混书,他京マ上环跟她们家跟着彼得到他们家,不但他就聚集了她所有的亲戚朋友。 他就聚集了他的所有亲戚、朋友选人。 结果彼得来 Dingen里那么老实地讲一句,發生了很奇妙的事情。他们根本没有求,根本没有期待,根本没什么羯, 没想到圣灵将领充满他们,他们都开始讲翻译。 我可以保证他们根本也没有听过有这么一回事。 有圣灵他们不知道,有讲翻译什么是翻译?不知道。 那从哪里来?他们有求吗?他们有祷告吗?他们有信?没有。 神白白的赐给他们,哈利亚,可谢主。 我们都需要靠着这种能力,我们才能有生命。 因为我们来到天国里面,本来是靠着这样的神的主动,感动我们,吸引我们,呼唤我们。 因为你看我们的祖先是谁?不是什么什么炎黄,什么什么帝国,怎么是忘记的? 亚当。亚当。亚当少王。所以我们都说一个大家。记得吗? 你们有的是我的妹妹,亲妹妹,姐姐,没有我的哥哥吗?好像我是老大。 所以我说错了。 然后呢,他们犯了罪。他们一犯了罪,发生什么事呢?他们躲避了手。逃跑。离开了。走远了。 啊!不会回来。不可能回来。他们害羞。你就害怕。有那种罪恶感。非常深。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什么东西。他们要去死。他们受不了。离开了。逃跑。 但是,就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什么呢?神。去寻找他们。 他们躲避上。他们逃跑。他们不是在寻求神。他们反而是原理神。要跑得越来越远。越远越好。 但是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而且这个是你我唯一的希望。 就是虽然我们有远离神。虽然我们有抛弃神。虽然我们有离开神。但是有一位神。 祂很爱我们。而且祂愿意来寻找我们。祂自己愿意。 尽管我们的态力。我们的邪恶。我们的黑暗。祂本身愿意主动地来呼唤我们。来寻找我们。来叫我们回来。 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祂的主权。单方意。白白。 神的恩典。 我们知道有这个方面。这个很宝贵。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如果你已经蒙着了。你已经真正的得救了。 你已经重生了。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安慰。什么安慰呢? 就是神不容易离弃我。祂不容易、不轻易离开祂的儿女。 因为本来就是祂呼召我们。本来就是祂救了我们。 所以我非常相信神祂愿意成就这个救恩。 我们一直到这里。圣经有多少次有给我们这样的安慰。 有给我们这样的安慰。但是同时圣经也给我们一些警告。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讲到一个很极端的说。 那因为神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一番方式。 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有讲这个方面。安慰我们。 有没有?神不轻易放弃我们。就算你跌倒为止。或者是你还有一些性格方面的一些问题。 你没有能够克服,还没有能够胜过。我告诉你,神不轻易。 祂本来知道你是这个样子。所以祂不会很轻易的就放弃你。或者是厌烦。或者怎么样。感谢祂。 这是一个安慰。当然同时圣经有给我们很多的警告。 你远离神。你离开神。你完了。有没有吗?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平衡。但是我们知道救恩本来就是处于神。 Amen?人不能够自救。人也不愿意自救。福音现在在世界上已经两千元。 那人对福音什么感觉?人讨厌福音。那你说那么多人取教会罪,但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多少人是真正的接受福音、悔改的? 人的本性就抵挡福音,因为他是罪人。那为什么还会有人的?神的灵感动我们,打开我们的信念。 让我们愿意悔改,让我们愿意改变。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个人性。一个人都没有。 因为人的本性是抵挡者。人的本性是要自主。他不愿意被制服。他不愿意被带领。他愿意自立。他愿意自己做主。 这个是人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劝卖下来。然后接受这个福音,无论你是中国人也好,我是美国人。 如果你是什么国家的人,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一样是有余生的恩典是一个相机。 因为没有一个人 愿意这么做 除非有神的恩典 领导他 Amen 我讲这个是正统的基督教的教导 我讲没有什么新的 没有什么很奇妙的新的奥秘 我在祷告 然后神给我很多的新的 其实我所讲的这一切 都是正统基督教的 讲了两千年的道理 Amen 两千年没有变 两千年以后 如果人类历史有那么久了 也不会变 OK 上面 我们要讲 今天我要强调的 其实不是那方面 那个是很重要 但是心情 也很重要 我们生来 每一个孩子 有一些小小的肌肉 如果他用这个肌肉 如果他锻炼 以后变得越来越有 越大 越发达 看来我们没有几个很发达 但是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 郭鹏以前也夸可地说 我以前是运动员 以前很壮 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跟我们差得不远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奥秘就是 肌肉是能发达的 你用它会发达 你不用它就不会 就很简单 同样的 圣经有告诉我们说 神 有一个经文 说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教着神 所分给个人性情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大 我要强调的在这里 不是那个道德那方面 而是他在这里说 要教着神 所分给个人性情的大小 换句话 神给每一个人性情的大小 就是说神给人性情 好像一个种子 然后这个种子 你种在地里会长出来 你不种在地里 它不会长出来 所以信心是相当于这个肌肉 你越用越发达 然后这个信心有些方面 马太福音师一章的十二节告诉我们 从实习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奖 我再来读一遍 天国是懒惰进入的 懒惰的人就得奖 我再读一遍 天国是被动进入的 被动的人就得奖 是这么写的吗 不是 怎么写的呢 努力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 什么叫努力 我忘了 努力的人就得奖 OK 那么刚才我已经强调了 神的主权 这个被动方面 一个灵受恩典的一个被动方面 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Amen 很清楚吗 小花 小花 清楚吗 姑姑 清楚吗 后面的 你们阿姨不要问 我怕不清楚 对 信心的另一面就是這個,有一些事情想供應了,但是你要努力地去得獎。 你如果不努力,你不會得獎。 換句話就是,如果我說我要送給你一百條, 不要說什麼國家的錢,也許我也有,如果是什麼國家的錢,一百條我就送給你, 然後我要存到你的銀行的帳號裡面,我存在那裡。 如果你從來不去取,就等於你,等於沒有,沒有用。 所以神有供應給我們一些允許,一些美好的事情,為我們預備的一些祝福。 但是我們這個信心,我們要用,我們才能夠領受,我們才能夠得獎。 但是有時候我們被動在那裡,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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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得到。 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有些事情,這個問題不能夠講得太誇張了。 但是,肯定的有這個方便,就是有一些事情,神等著,我們主動。 神等著,我們來利用祂賜給我們信心的大小。 你不用這個信心,你不用這個信心,你不去運用這個信心,你是得不著祂為你預備的那個福分。 這是事實。 聖經裡面是充滿這樣的例子,等一下我們會看一些。 首先我要講這個道理。 就是,作為一個基督徒,有很多祝福。 有的是,神白白地賜給你。 你不用求,你不用祷告,你不用信心,神就白白地賜給你。 但是,那個不是全部,那個是一些方面。 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很多,這個風生生命方面的,就是為主而活的,為主而做的,在主的天國裡面所經歷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如果不努力,你永遠是得不著的。 你如果不去爭取,不去追求,你永遠不可能有所收穫。 所以,這個是我要強調的。 這個是要給我們弟兄姐妹們一個挑戰。 就是,在哪些方面,你到目前為止,你還沒有啟動你的信心,還沒有去用,還沒有去要,還沒有去抓住神,其實早以為你預備的。 但是,我們被動了,我們被動了,等候神,然後神說我已經預備了一切。 你去做,你去做,你去領受啊,你去要啊,你去宣告啊,你去來,你來,來那個集取我為你預備的風生生命。 會不會,在此時此刻,在你自己生命當中,有這些方面呢? 本來我們等著神,盼望著盼望著,但是其實實際上,神已經預備了我們的這個環境。 預備了這個祝福,供應了。 他等著我們從床上起來,對不對? 我們躺在那裡說,他多麼愛我,他會賜給我。 他賜給你,但是你要從床上起來,對不對? 不要洗澡,穿上衣服,去上班。 你說,但是如果我是去工作,去上班,去努力,那等一下我會說是因為我自己的功德得了。 廢話呀,才不是啊? 天國本來是如此,有些地方,有些方面,有些領域呢? 我們要是不配合神,我們是得不得的。 你要是不跟祂配的,你沒有辦法經歷祂為你預備的風生。 這個是事實。 我今天講的是事實。 我不能夠說出你生命的每一個領域在哪裏有這個。 這個是聖靈要告訴你的。 但是我可能肯定地說,有一些方面,不是我們在等候神,是神在等候你。 祂已經給你你所需要的一切。 在旷野,以色列人被弄,被拯救,脫離愛情。 對嗎? 他們沒有能夠使那些瘟疫發生。 他們最後沒有辦法使法老能夠讓他們去。 他們沒有這個辦法。 他們自己沒有讓摩西出現來代表他們什麼都是神的作為,拯救以色列人。 他們到了曠野之後,沒有東西吃。 神準備給他們什麼東西吃? 瑪娜。 OK,有瑪娜。神供應了瑪娜。 有瑪娜才能。 神啊,我要三明治從天上追上來,出現在我的冰箱裡面。 你可以等一輩子,等到餓死。 那個三明治不會出現的。 你說我不吃三明治。 你的烙餅,或者是你的米飯,或者是…什麼? 鹽茶,那個李美阿姨的點心。 那個…沒有。 神超自然地供應瑪娜。 但是瑪娜是在隱外。 而且要早晨,要起來,要去取。 有些人很少。 神說他要供應呢? 我在這裡等著等著等著,他們會餓死。 神已經供應了。 但是他們要起來,他們要出去,他們要早起。 他們要起來,他們要去去。 他們要來去取那個瑪娜。 然後還要把它做成食物。 它本來就是上面一個種子嘛。 就是一個資源,能夠用它做食物。 你吃它的本身好像沒有辦法,就像麵粉那樣。 你要用它來做什麼東西才能夠吃。 瑪娜。 神的供應,人的配合。 明白這個奧秘。 所以有神的供應。 但是,有些方面如果我們不主動,如果我們不努力,如果我們不殺功夫的話呢? 你會得不到神已經為你預備的福分。 那呢? 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有一次,《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節告訴我們。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長大馬蜂的迎面而來。 圓圓的站著高尚說,耶穌父子可憐我們吧。 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身體給祭祀查看。 你注意,他們求一致。 耶穌有沒有一致? 耶穌沒有馬上答應他們。 耶穌沒有馬上一致他們。 他們求一致,耶穌說,你去。 你去,把身體給祭祀查看。 你注意下面的這句話。 他們去的時候,去的時候,不是求的時候,是去的時候,都解禁。 哇! 你聽得明白嗎? 你聽得懂了嗎? 不是他們求的時候,是他們去的時候,就得著。 有些東西,有些靈,有些方面,不是我們求的時候,是我們去的時候。 是我們做,是我們起來,是我們宣告,是我們努力,是我們追求。 我們就能得獎。 有一次,在約翰第九章六節,耶穌說了這話。 就吐唾膜在地上,用唾膜和泥磨在沙子的眼睛上。 這個人需要醫治。 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沙子裡去,醒。 他為什麼沒有立刻醫治他? 他為什麼沒有馬上是他能夠看見? 他為什麼還要叫他到什麼池子去寫? 不是多麻煩嗎? 這個人本來是沙子,怎麼可能走到這個池子呀? 他要刻步,他要努力,他要想辦法,他要很大膽地求人幫忙,幫忙啊! 陌生人啊! 嗯,同學啊! 老哥哥啊! 嘿,小哥啊! 你帶我到這個池子,我才能夠看見他要追求,他才能夠得獎。 他才能夠得獎,成為他預備的神祭。 所以圣经说 他去一席 回头就看见了 回头就看见了 我们总是想 如果是出于杀 反正就是这样子就出现了 就是白白的出现了 我们刚刚讲过有这个方面 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 谁会要求信心 信任 信靠 追求 努力 争取 配合 顺服 才有他所应许的结果 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只怕 我知道我们蒙很多福了 我们已经蒙了很多福 但是我怕的是 我们出于一种被动 错过更多的福 因为神给我们的福 不可能全部都是那样子的 单方面的 白白的 有很多祝福在等着我们 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追求 是我们自己要抓住 不放 如果你说可以有可以无 你得不着 很多想要赐给你的东西 如果你的态度就是可以有可以无 你会错过 你记得有那个 一个外邦的女的 求耶稣 你医治我的女儿被鬼附了 耶稣拒绝她多少次 她的门子拒绝 她一直拒绝 拒绝拒绝 最后 耶稣才答应她 如果第一次被拒绝 她的女儿 一辈子被鬼附了 有一个杀眼的 坐在路旁 听说 听说耶稣要路过那里 他开始拼命的喊了 大卫的子孙 请可怜我吧 然后他们叫他 闭嘴 你不要说 他不会理你的 他不理他们 他知道 我唯一的盼望 就是耶稣来医治我 我才能够看见 他一直拼命的 求我 求我 喊了 喊了 一直到 耶稣注意到他 耶稣过来 你要得什么 我要看见 耶稣就是他 能够看见 当然 我们知道 有一种人 很执着 就是固执 对一个 一个问题 对一个事情 或者是对一个 一种关系 或者是对一种 他明明的不是处于想 但是因为他的欲望 就是我一定要这个 一定要这个 一定要这个 你会死在那里 我告诉你 神不会祝福你 我不是在讲那个 我不是说你可以 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这个不是 我们是在讲一个圣洁的欲望 一个被神的灵 解禁过 被神的灵 更新过 被神指示过 我们看到了 我们所绝求的是 合乎神的心力 合乎神的道 但是 很多时候 太多的时候 因为出于无知 我告诉你 出于无知 魔鬼蒙蔽我们的眼睛 魔鬼让我们不懂这个顾客 让我们不懂这方面的信息 结果我们一直在错过 一直在错过神的很多方面的 这个祝福 有一次我们也看见 在九月圣经有一个乃曼 是一个叙利亚人 得了大麻风 没有医生能够医治他 没办法 有一个人告诉他 你可以到以色列去看 那边有一个先知 这个先知有能力 他跑到那么远 这个伊利亚告诉他什么 他是伊利沙 伊利沙告诉他说 你到约旦河去洗一次 连打开那个门 见那个乃曼 一个很当官的 很高的一个地位 都没有跟他见一个面 就叫一个仆人告诉他 这个人要气疯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还要叫他到约旦河去洗七次 他已经来得那么远 为什么还要这个细节 有很多的感觉来讲 这个功课 神要考验他的谦卑 这些很多方面 要让他全卑下来 你看你本来 你以为你那么厉害的 实际上你是个 长大麻风的人 我叫你去洗 又什么 你以为你那么厉害吗 如果你那么厉害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这个是故意的 要让他谦卑下来 让他看到他的真相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知道 他去求 没有马上得着 他真的要到约旦河 后来他本来是说 我不去了 我才不去 我们的那个 叙利亚的什么河 不是比这个约旦河好 一百倍 你看那个约旦河 我不知道你看过 没有照片很脏 咖啡色的 小小的 小心啊 不是什么河 谁要去那里洗啊 我也不敢 我的父母以前不聪明 他们去了一趟 以色列跟一个什么 假先知吗 然后他给他们 施洗在约旦河里面 他们已经修过一次 我也不 为什么要他们以为 我们在以色列 然后这个是约旦河 所以他们要去 跟那个人修洗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个水很脏 所以那个人也说 我们那个河 比这个好多 但是神教你 在这个河去洗 如果你那个河 没调合那么好 那你为什么 在那里没有得一致 所以神要逼他 到一个什么地步 空了 死了 结果约旦 那个拿蛋 乃曼 乃曼 后来听他的用人 用人告诉他 先生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 他可能习惯 陪这个人很多年 所以他知道怎么样 说一些非常 应该说的话 但是用一个什么办法 很委婉的 让这个人还能够 保持他的尊严 毕竟是一个用人嘛 他说错话 可以砍他的头啊 但是这个用人 跟他讲了 那个先知不能讲的话 这个用人来跟他讲 先生 你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就不如去试一试 可能是一个宦官 叫什么 你不如去试一试 如果想象 中国那些电影的那个 叫什么宦官 太监 太监 我都怎么会忘记 而且你们同声说 我听不清楚 太监 所以声音有些像女的 结果呢 他去洗 不是一回 两回 三回 四回 六回 哇 他已经被逼到什么地步 我不是软了算了吧 什么尊严都没有了 什么国王的 什么 什么 山 山江 什么都不是了 最后 他得了决定 他得一只 十分 他要配合 他要可牧生为亲 神为他预备了这个祝福 但是他也要参与这个过程 才能够得到 Amen 还有一个 出埃及记十四章的十五节 神已经超出了救 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故意地让他们走到一个 四角 就是一个 前面是红海 后面是法老王和他一切的军队 然后法老王靠近来 准备攻击杀他们 以色列人开始要发疯 他们评审就是 他们 你为什么要带我们的狂 要杀我们吗 摩西 摩西 耶和华对他说 十四章十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你们看见吗 耶和华 红海在前面 法老王在后面 准备要杀我们 我当然要向你祷告 谁叫你向我祷告 难道神不要我们祷告 有时候 不要我们祷告 有时候 要我们行动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你吩咐 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举手 山海 山杖 把水 分开 以色列人 要杀海中 走干 地 哦 原来 这个时候 不是祷告的时候 是行动的时候 神的语气 好像是责备他 怎么可能责备一个祷告的人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取代我们的顺服 有时候我们用祷告来取代我们的行动 我们该有了行动 我接触过这种人 他说我要得救 我要得救 我还不能得救 所以我就是前进读经祷告 我说 你在用读经祷告去带悔改 你永远不会得救 而且他没有咱俩 没有咱俩 没有咱俩 但是如果我们不转回 他会抛弃我们 这不是神抛弃我 是我们抛弃了他 但是他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我不要讲了太多那个方面 我主要要说的就是 有一些事情 比如说 如果有一个人突然间就是被鬼赴了 然后我就归下 开始祷告 神啊 求你释放那个人 使那个鬼出去 其实这个时候 不是祷告让神 让那个鬼出去的时候 而是我们过去奉耶稣基督的名 赶鬼 该祷告的时候 祷告 但是该做事的时候 要做事 Amen 我记得 很多年前在中国 有一个女孩的弟弟被鬼赴了 然后 然后 那个时候 后来他得失放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好 但是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祷告会上 然后我们就 具体的 我们听不清楚 但是我就记得 有一次我们已经祷告了 然后 神已经让我们知道很清楚的 他会平安无事的 没关系的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女的在那里 那个嚎啕大哭 一直不肯受安慰 然后我有感动 说感动 感动 不是出于我自己的 要不然我不会这么的残酷 但是我赤着他 不要哭 我赤着他 你没有任何的信心 你的信心在哪里 因为有时候 这个哭啊 这个闹啊 这个好像是一种 表示一种 什么什么什么 实际上有时候 它完全代表 一个不信心 那个女的是一个信徒 她应该相信 她应该能够 神让我那天 她没有受 她也不接受我的辞责 但是至少 我是不想感动 我就知道 这个她的不信 是不荣耀神 她的那样子的 哭闹 不荣耀神 我不是说 从来没有哭 可以哭闹的时候 也许有一个什么情况 上你可以哭闹 但是当我们需要 信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 站得稳的时候 你那样的一个表现 是不荣耀神的 大家明白吗 谢谢过同一个阿妹 所以 总结一下 真正的福音 第一件事 会做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让你感到 完全 无能为力 真的福音 真的道 会让你看到你的黑暗 会让你看到你的败坏 会让你看到你的 真正的困境 你真正的问题 你真的问题 不是你很可怜 你真的问题是 你爱世界 你爱罪恶 你爱你的罪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真的福音的阳光 会光下 会让你看到这些 会让你知道 我完啦 完了 我不能自救 我是无能为力 对 百分之百对 应该的 必须的 如果没有经历这个的 很难得救 很难得救 除非你首先知道 你是无可救药的 你是无法得救的 你是无法改变自己的 你是无法进神的国 除非神的怜悯领导 他拯救你 这个是真福音会 那个发作的一个作用 但是 但是当我们已经 重生 说重生 重生得救之后呢 你要明白的是 现在我们人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我们有圣经说 还有神的性情 在我们里面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神超自然的更新了我们 所以我们不像以前 完全无能为力 当然我们始终都要靠着神 什么都是神公命的 什么都是由于他的恩典 但是我们信主之前 和信主之后 是不一样的 新造的人出现了 新造的人 他有还不信的人 没有的一些能力 他有一些能力 他有一些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但是能做一些事情 本来是不能做的 所以如果我带 原来的无能为力的思想 到新的生命当中 然后他一直是 让我觉得我对什么事情 都是无能为力 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行 OK 或多少 或多少 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 是的 我们不否认 我们知道 什么都是靠着点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 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 怎么讲 就是神有更新的我们 我们是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是领受了一些恩赐 领受了一些权柄 领受了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做 一个不信主的人 不能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信心的这一面就是 我们要参与很多的过程 我们要配搭神 我们要顺服 我们的顺服和不顺服 达到的结果是大不相同 截然不同 因为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 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 我们能顺服 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本性 是靠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神的道在我们里面 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被更新过的 我们现在能够做一些 以前是不能做的 所以福音首先杀你 对你旁边的人说 福音首先杀你 然后福音是你复活 可以告诉他 不要让他死了 福音是你复活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的复活 还不是一个完全的 我们这个身体还会死 所以我们在等着一个最后的 一个复活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复活 我们以后也会像他一样复活 永远活着 在新天新地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的 复活 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复活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跟基督一同买葬 一同复活 我们现在跟基督一同坐在 那个宝座上 你知道吗 圣经说 你跟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时候太小看自己 当然有时候我们 看自己过于单看 另一个问题 但是从领受恩典和领受神的恩赐 和神的恩待 这些方面有时候我们太小看 这个就是换成我们的信心不足 或者是我们没有完全的明白 或者是我们没有完全的相信 神的道 神的应许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福音使你成为一个新灶的人 这个新灶的人 是有生命 真的生命 如果我们藏在耶稣里面 有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能够影响人 我们能够带来一些转变 是真实 都是靠着主的恩典 都是靠着主的能力 但是这个能力 现在运行在我的身上 现在运行在我里面 如果我用它 如果我随着它 会有结果 如果我抵挡它 或者不理它 或者是不知道它 不会有结果 哇 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新灶的人是有权柄 新灶的人是有一个 一个东西 有超自然的 有生命 圣灵在你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 这个体贴 这个随着这个 去做事情 去宣服神 去宣告 去怎么怎么样 那会有超自然的结果 如果我们 不理 好像不当回事 或者是忽略 神本来可能 为我们预备了 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结果呢 我们一无所有 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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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的来 空空的来 空空的回去 千万不要空空的来 空空的回去 如果你不启动 你的心情 很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发生在你的身上 空空的来 每次听到 每次回去 每次听到 每次回去 没什么改变 是不是神的道 已经失去了 他的能力 不是 是不是神 不用你祝福我 神就要考验我 不是 是因为 有一个方面 是神要我们 配合 神要我们 顺服 神要我们 来行动 神要我们 来做事 才会有结 在马可福音 十一章二十二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 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 也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 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 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 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哇哦 这么大的能力 主给信徒吗 就是这样 他说 不是我 不是我编的 不是一个新的道理 不是一个新的 这个是圣经 这是标准 这是正统的 这个是 始终都有的 如果你忽略他 你会错过祝福 如果你发觉他 如果你来信 相信他 如果你来 因为他 就来行动的话呢 你会享受 他带来的 祝福 请问 你希望你是什么样的人 请问你希望我们 是什么样的教会 被动的 就等到 什么什么什么 手兔 手兔带兔 对啊 你看 有这个事 一百年一次 有一只兔子 跑过来 撞上 死了 哇 送上忙 感谢主 可能在天国里面更多 神的祝福 很多 天天有这个太阳 但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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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可以 叫什么 什么什么 守住 守住 对 但是 基本上 你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基督徒 真的 我不说你坏 我不说你人坏 鬼 诈 或者是怎么样 不是 不一定 可能这是五支 很多的西徒 我以前是被魔鬼压制了 很多年 作为一个基督徒 很虔诚 但是因为我不懂一些道理 所以结果魔鬼天天折磨我 我不明白我有权利 我不明白 我可以抵挡性命 我不明白 我可以降上魔鬼撒旦 我不用容许他 天天来强扰我 来 来折磨我 可以奉耶稣的命 斥责他 吩咐他 离开我 而且他必须要离开 但是你要坚持 你要相信 要不然他不会离开 信心很重要 所以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出于一种 无知 他们不明白这个道 他们不明白信心 必须来运用 要有行动 你才能够经历神医界的方向 你希望你是那种人吗 你希望我们是那种教会吗 我们就等着在这里 等着等着 看这个教会 什么时候能够复兴起来 哦不知道 我们还要继续祷告啊 不如我们凭着信心 起来说 现在时候到了 我们来不服 我们现在时候到了 我们来徒宝 神的同财要降临 这个地方要充满神的荣耀 我自己要充满神的荣耀 我们的教会 充满神的荣耀 神要给我们开路 神要使用我们 Hallelujah 感谢主 耶稣得到荣耀 或者是你看 可能神的旨意 就是我们要继续的受苦啊 继续的被折磨啊 我没有讲到这个经文 我找到的经文是说 教会要充满耶稣的同在 教会要荣耀神 教会要彰显给魔鬼 给黑暗的一切实力 教会要彰显耶稣的能力 要彰显耶稣的荣耀 这个是我读到的经文 当然也是在受苦当中 但是不是我讲的那种苦 是一种逼迫是肯定会有的 世人的抵挡肯定会有的 那个也是我们的荣耀 那个是说明我们有生命 魔鬼如果已经死了 他大概就不理你了 已经死的人 魔鬼不去折腾他们了 死的教会的魔鬼 也不用理他们了 Amen 魔鬼要攻击有生命的教会 所以这个是免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得上 哈雷路亚 祂祝主 所以有一些应许 有一些东西 要凭着心情 要抓住 要信 要起来 要宣告 说今天最后一天 我要得上 奉耶稣的命 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疾病 或者什么 我知道我不经常讲这个 因为可能因为有很多的极端 一些教会讲这个 讲非常的极端 他们等一下结果呢 他们讲 基本上你不用祷告 从来不祷告 求神什么 而是总是宣告这个 宣告那个 等一下 你根本不是基督教啊 你根本跟神没什么关系 你是来利用神的 那个是一个极端呢 我们不再讲一个 明白吗 但是 我们来宣告 我们来平时心宣告 这个是真的 有时候需要做的 有时候可能你要得一致 只等着你起来宣告 奉耶稣的命 我要得一致 我要相信 我要宣告 神是我的一致者 有多少次 有多少个人 因为这样的信心 得了一致 如果他们不这么做 他们可能到现在 还生病 我不是说 每一次人得一致 都是这样子的 不是的 刚才我们已经 看了一些例子 不是那样 但是 肯定 有一些情况下 神等着本人起来 可能 有些家庭 你为你的先生 可能你的家庭 还不和睦啊 或者是怎么样 有些家庭会自然而然 神超自然的 就调动万事 就让这个家庭 来和睦起来 来和好 或者怎么样 但是不是每一个家庭 都会这样 有时候 有些事情 人是要做的 凭着信心做的 宣告的 抵挡魔鬼 我不知道 我不是你 但是你自己 要聆听 圣灵的声音 看 他要我怎么做 因为是努力的人 进天国 努力的人 得奖天国 而不是被动的人 努力的人 得奖 圣经说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睛 感谢主 今天 我们要在看 信心 主动 努力 宣告 得奖 一些秘诀 一些功课 但是现在 剩下 我们来应用 这个道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些人 今天 你需要 立刻 行动 凭着信心 行动 我不知道是什么方面 你自己知道 神会让你知道 但是 你需要凭着信心 生命会让你知道 你会被光项 立刻 你需要 你不能够继续 想象到这个样子 立刻 起来 开始行动 我们来祷告 哦 我们求你 全能的生命 我们求你来 检查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 主要求你来 暴露 默克的黑暗 我们被欺骗的地方 我们被这些 疑惑 被干扰 被 被那个 捆绑起来 我们被这个不幸 被捆绑起来 主啊 我们被什么东西 被捆绑 被内疚 被什么 定罪感 扣高 我们被撒弹 我们中了许多的火箭 我们却 不知道 是来自哪里 不知道 我们的全身体 已经被 已经 快要烧毁了 烧着了 哦 主啊 今天打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见 星星的盾牌 要重新的拿起来 拿出来 来抵挡魔鬼 撒弹 靠着信心的盾牌 我们能够得胜 求你帮助每一个人 求你帮助每一个信徒 主啊 用这个信心 来得胜 来得着你的应许 来得着你的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求你加强 每一个人的信心 坚固我们 使我们今天 能够行动 今天能够起来 今天能够突破 今天 主啊 能够胜过魔鬼 赛的 能够胜过试探 是的 主啊 求你的恩膏 临到我们身上 求你的怜悯 求你的帮助 现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里提升 我们集体的信心 主啊 哦 主啊 不要被动 让我们来主动的来 求你的国 和你的义 哦 主啊 让我们开始努力 因为努力的人得教天国 让我们成为一个努力的教会 而不是被动的 让我们开始努力 是的 主啊 努力 努力的寻求 努力的 主啊 宣告 感谢你主 求你的恩典 求你的帮助 求你的同财 哈喽 如果你已经知道 是在什么方面 神让你要行动 凭着信心 你要来突破 你要来宣发 你要来 那个抵挡魔鬼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 你可以 起立吗 然后 走到前面 我要为每一个人 祷告 我要 用我的信心 和你的信心 我们要求主 成就大事 我们要求主 那个挑望 我们里面的 求主 帮助我们里面的 有血 但是这个学校被搅动 然后这个学校 那个 满意出来 哈喽 我们不要一点点的祝福 我们要很多的祝福 我们不要一点点的突破 我们要很大的突破 主啊 我们现在要求你主 求你 使我们能够突破 求你 使我们能够 放耶稣基督 使我们能够得奖 使我们能够得释放 使我们现在 现在 主耶稣基督 现在 使我们 得以自由 主啊 求你 帮助我们 兼顾我们 使我们能够 开始行动 哈雷路亚 凭着信心宣告 凭着信心 主啊 使得来宣告 哈雷路亚 我们抵挡魔鬼 我们赤子 邪灵 我们要放耶稣的名 得胜 哈雷路亚 我们放耶稣的名 要得胜 我们放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赤子 魔鬼 离开出去 哈雷路亚 我们宣告 主耶稣的保险 主的保险 你遮盖我们 放耶稣的名 放耶稣基督的名 祝你 祝我眺望 我们里面的恩赐 使我们 主啊 如果被释放 使我们 能够脱离这个 如意 脱离这个如意 是我们得以自由 得以自由 真正的自由 耶稣基督 我们求你 现在 现在求生命降下 生命降下 赐给我们 你的名 主啊 放耶稣的名 放耶稣的名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眼 使我们 看见 使我们能够 看见 主啊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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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求你的恩典 主啊 求你的恋力 守 打开我们 主啊 哈利路亚 放耶稣的名 我们求你 主现在 求你 主啊 你的恩典 你的帮助 主啊 你的灵 来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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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使这一切的努力 被断开 放耶稣的名 使这些救恶 被断开 救恶被断开 你的恩告 断掉 主啊 看断 这些救恶 主啊 主啊 你的恩告 你的灵 哈利路亚 今天 求你帮助每一个人 启动 他的信心 启动 他的信心 来提取 在你那里 你为他们所预备的 一切的丰盛 一切的恩典 每一个应许 主啊 我们知道 我们天天要 被动的靠着你 很多很多的祝福 但是我们知道 今天有一些地方 你在被动的 当后我们 我们的主动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起来 我们的宣告 我们的信心 是主 求你完全地扭转 我们一切的被动 让我们成为 非常主动的 充满信心的 不接受 主啊 次要的 我们要你的美意 我们要你的美意 成全 我们要你的天国 降临 哈利路亚 如果你自己需要宣告 你自己就宣告 不要怕周围有人 或者是什么 你自己跟神说话 你的信心要启动 哈喽 今天是你自己跟神 立愿 微生 突破 前进 离开黑暗 离开黄言 进入光明 哈喽 神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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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到很久 很久了 我讚美一首 不要互相 我們讚美的身體 跟隨我們相信我們 我們繼續的跟隨 我們沒有不失手 我們沒有不失手 我們領受 我們共同不失手 帶給我們一切的宣告 祝福 他領受 我們領受 祝福 願榮耀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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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中 恐惧